第三百九十二集 问题是卫士太可怕了 直播呀 影响力也大 要是不把卫士搞定 就得一直处于被动 跟张局长提起这件事情 也是希望他能想想办法 张局长却是苦笑对我说 哎呀 浪总 卫士的台长 叫赵铁柱 他不仅是卫士台长 还是传媒大学的校长 在传媒领域 不光是位高群众 还德高望重 卫士才和进来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上报 至于效果怎么样 不得而知 说到这儿 张局长沉默了一下 说 浪总 关面文章总是做不完的 这件事情要快速解决 除了我想办法 要是有可能啊 你们也帮着想想办法 我怎么都没想到张局长 又把事情推回来 卫士领导啊 一把手 哥们儿这么小虾米 上杆子都够不着人家 我能调查出来个什么 摇摇头没说话 李玲玲却对半小贤 跟张局长说 我们试试吧 不敢说一定能成 半小贤急忙 对我和李玲玲道 浪总 小哥 我们肯定配合你们 试试就好 试试就好 张局长也觉着 有点为难我们 欲言又止的最后 还是只有这么一句 接下来的事情 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事情虽然解决了 张局长却有许多 善后工作要处理 暂时不能撤离现场 我们却没什么事了 来之前整得挺大扯 把几个妹子 都从学校里请出来了 基本上就是没动手 批了五老六的排位 就把事办了 几个妹子都是意犹未尽 本来收拾的 还要跟上战场似的 没想到坐着灵车 逛了一圈 根本没用他们出手 送回学校几个妹子 还跟我和李玲嚷嚷 说这次不过瘾 下次有事呢 还是叫着他们 送走几个妹子回到家 我和李玲对着抽烟 一致认为 不把位置的照铁柱 给先搞定了 就太被动了 不过该怎么搞定呢 谁也没个主意 沈默了一下 我对李玲道 小哥 咱们能力有限 能做的就这么多 老被欧阳七牵着鼻子走 太危险 我觉得只要 马老太太找到欧阳七 缠住她 咱们就赢定了 不如我把马老太太账唤出来 跟她好好聊聊 我家还有几盒 上好的共香 先稍得让老太太高兴一下 咱们再提这事 你觉得呢 你就不怕欧阳七 影响马老太太 反过来对付咱们 李玲之前 还说是个好主意 真到事上了 兜头就是一盆凉水 下了哥们一大蹦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经浸病院里头 被称为吸毒的 一定很邪性 想起饭店大神 和掌控时间的老头 哥们就觉着呢 这个险不能冒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真要是马老太太被影响了 反过来跟上我们 哼 想想都觉着可怕 哥们之前还觉着胜券在握呢 转瞬间就没了结果 很是沮丧 发现欧阳七还真是难对付 对李玲说 那咱们去调查赵铁柱 我要是猜得不错 赵铁柱一定去个酒吧 还是先让马老太太出来 问问小鬼如何吧 这次哥们不敢大大咧咧的 召唤马老太太 恭恭敬敬的上了三炷香 轻声念诵咒语 过了会儿 马老太太现身 仍是坐在步鱼边上 抽着鼻子 深吸几口气 浪娃子 这回懂事了 一直很懂事 老星轩 小的们都回来了吗 查出点什么消息来没有 出去了53个小鬼 回来了23个 老妈子 小鬼们都很可怜呐 不能看着他们出事 我让您知鬼 去找没回来的小鬼去了 回来23个小鬼 30个小鬼失踪了 难不成这30个人 都被欧阳七保护起来了 派出去的小鬼 是被害了 还是被收了 抑或是不回来了 我有点拿不定主意 突然觉着李玲考虑得很对 唯一让马老太太去纠缠 欧阳七 要是也没回来 怎么办 我呻吟了一下 决定还是不让马老太太 撤和了 马老太太呢 是张王牌 不能轻易出手 如果有一天 我们必须要正面 跟欧阳七动手 到时候 请马老太太帮忙 比现在就亮出底牌 要有力得多 忍住了没说 又给马老太太 烧了几炷香 马老太太回到波娱 我和李玲商量一下 坐等欧阳七 出招实在是够窝囊 决定去探探赵铁柱的底 第二天一大早 哥儿几个就来到公司 我开始紧张地录制节目 节目开头 哥们儿沉声道 真人坦路出现 广场舞大妈 集体晕倒 午夜模特起 是邪术所致 还是浴室 一切都在这期 星期五有鬼 我在节目中 放了几个 不那么惊悚的画面 然后装模作样的解释 说是这三起 怪异的事件 是因为夏天 季节性的焦虑 以及最近水土流失 阴阳颠倒 五星不平衡所致 但也不是什么大事 过去这段时间呢 就会一切平静 总是说奇怪也奇怪 说不奇怪也没啥奇怪的 很是有点胡说八道 胡搅蛮缠的意思 至于信不信 我也是没把握 反正不能按照 欧阳七的套路来 哥们要做的就是把水搅浑了 虽然星期五有鬼的影响力有限 基本上水是不会浑 但也没有多少人相信 可能啊 趁把沙子也是好啊 录制完了直接传上去 很快有了回应 留言也是五花八门 说什么的都有 说我胡说八道的 就算是好的了 甚至还有人留言说 浪总 以前你总是把什么事情 往灵域上扯 今天这咋的了 愣是让你解释的轻描淡写 因为太扯淡了 真人塔罗 跟阴阳五行 也能扯上关心 我也是醉了 浪总 你主持的是星期五有鬼 不是走进科学 你咋越来越不着调了呢 不对啊 肯定有大事发生 浪总有点反常啊 大家想想 以前浪总恨不得 什么事情 都用灵异的事件来解释 这次倒好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全世界人民都快知道了 还以为星期五有鬼 更精彩的解释呢 浪总倒好 给咱们来一个心喵淡写 解释的也是狗屁不通 这是有事 瞒着咱们呢 肯定出大事呢 浪总 做节目 要有良心呢 别糊弄啊 本来我挺期待 星期五有鬼 是怎么看待 昨天发生的事情 裤子都脱了 结果你给我来这个 浪总又卖萌 浪总 长点心吧 看着热心观众留言 哥们不由得感叹 群众脸光 真是许亮许亮的啊 糊弄事还真是不行 不过 哥们也不能 照实报道啊 那是助长欧阳气的威风 但节目也不能这么做了 否则 牌子又砸了 我又想了想 在留言板上留言 抱歉 实在是事情发生太突然 到目前为止 信索不多 简单做出了推测 的确是有些急了 跟大家说声抱歉 没想到不留言还好 一留言 观众们嗷嗷叫着扑上来 非让我给来个解释 都说不是我以前的风格了 哥们很是有点招架不住 干脆下线了 李玲见我脸色不好 问 浪总 吃别了 是啊 小哥 咱们的策略 是不是有问题啊 欧阳气这事 咱们要是照实报道 等于是给他们帮忙 不照实报呢 观众们也不答应 两难呢 那你就别报了呗 非得今天着急录制节目 破皮带播出去 哎呀 整个哥们一愣 是啊 谁规定了非得报道啊 虽说昨天星期五有鬼主页上 放了公告 说节目播出调整 可也没说一定要今天播出啊 哥们发现 又没考虑周到 把自己给坑了 哎呀 可这能怪我吗 欧阳气昨天玩了三次幼儿子 又是救人 又是斗鸟人 还要解决模特棋 位置还跟着捣乱 哥们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 至于这个 以至于真是考虑不周全了 就播出了节目 可李玲明明看到这些了 却总是事后祝格亮 就不能事先提醒我一下吗 我扭他看李玲 小哥 这时候咱们能不能别胡闹 你倒是提醒我一声啊 这节目 效果太差了 咱们不能砸自己牌子 以后拉出来单杆 要是牌子砸了 可就没人看咱们的节目了 你长点心吧 浪总 你不能怪我 我也是刚琢磨这一点啊 昨天发生那么多事情 谁还能考虑得那么周全 欧阳七是厉害 连着出手 搞得咱们心真不宁 心思难免会疏漏 好在没什么危险 不过是一期节目没做好 还来得及拯救 我算是看出来了 咱们不能按照欧阳七的节奏玩 不是干脆 你玩你的 玩我的 能播的播 不能播的 就当没这回事 你觉得浪总 黎玲说的呢 也正是我想的 琢磨了一下 小哥 咱们还是呢 先把赵腿柱适应解决了 我觉得他肯定被酒吧给威胁了 否则不会胆道包天的 逆朝流上 直播这些怪事 不是咱们在这身上做些节目 应该会有影响吧 来来来 你们都看我是怎么跳的 新局组 一魁一步 一前一后 一阴一阳 处于中统部 钢脚横指 都跟着我念呢 冯青阳真当骂是个人才 最选民族风的旋律下 交起大妈们踏钢部 别说羽王三步 九季钢根旋律 还是挺合拍 大妈们也是生命不息 跳舞不止 昨天出那么大事 今天聚集在一起的人 仍然是不少 尤其是让我佩服的是 大妈们对于舞蹈的热情 那么男的 钢部 冯青阳 教了几遍之后 已经是踏得有模有样 学会这羽王 三步九季钢 绝不会再有 鬼东西靠近 几十个大妈呢 踏钢部 分外认真 那气势和阵势 相当壮观 冯青阳 教完 钢部 告诉大妈们 只要坚持 跳得叫的舞蹈 不仅强身健体 而且驱邪必凶 妙处非常 于是大妈们 就更认真了 我和李玲 溜溜溜在广场上抽烟 看疯子当教练 李玲 对我道 朗总 以前我总觉着 你是个逗逼 现在才知道 江山带有逗逼出 个领好几年 别扯淡了 风诞是真逗逼 哥们可跟他比不上 对小哥出这么多事 用不用联系高乐呀 不用 没到关键时刻 联系他也没用 压力肯定不会出现 真要是到了关键时刻 你不联系他 他也得联系你了 朗总 跟欧阳七 这种疯子的斗法 最急心浮气躁 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也别太放在心上 嘿 谁特么的放在心上 谁傻叉 问题是什么时候 是个头啊 咱们可快要离职了 要是老这么没完没了 工作室还办不办 这么耗下去 坐吃山空啊 咱们现在就缺钱 难不成没了工作 还得继续跟欧阳七 耗下去 哎呀 你说要真让这样 高乐那么有钱 会不会给咱们补贴点 朗总你凶疯了吧 黎玲 惊讶地看着我 我叹了口气 哎 人穷 智短 马兽 猫长啊 你说天起不天起的 咱们干什么呀 我真是特妈的郁闷 更让我郁闷的是 现在电话都不敢随便用了 高乐给大哥大 占地方不说 除了这几个人呢 谁电话也打不通 别人也打不进来 整的哥们很是被动啊 原来这手机还不能用 毕竟别人没有大哥大呀 只能是整天 让溜溜随身带着一个 我们哥几个 用完了手机就关机 怕被黑了 哎呀 操旦得很啊 高乐倒是挺潇洒 扔下几个大哥大 就没他什么事呢 至于我们麻烦不麻烦 看样子也不在 他操心的范围之内 我越琢磨这个事 越憋屈 还得去解决 赵解柱的事 忙得跟狗一样 付费了几句 该干啥还得干啥 眼见大妈们 刚不踏得很熟练 我对风景洋寒 疯子 别嘚瑟了 差不多行了 咱们还有正事呢 疯子在大妈中 颇受欢迎 一口一个风教练叫着 那心热劲 恨不得都把自家的闺女 嫁给他 风景洋又跟大妈们 聊了几句 这才嘚瑟地走过来 对我和李玲说 哎 怎么样 哥们完美地将纲部 融入广场舞 这也算是一大创举了吧 我和李玲 一起竖起大拇指 牛逼 拽着风景洋就走 上了车 我看了看时间 差不多十点了 让李玲 朝电视台的宿舍开 路上哥们 要检查下装备 确定没有遗漏 什么 车开了半个小时 到了赵铁柱 所在的小区 李玲找了个偏僻地方 把车停下 下了车 李玲画了个圈子 烧点黄纸 烧了几个附近 晃荡的孤魂野鬼 给烧了几张 遮掩的黄符 孤魂野鬼们 收了名币 手里拿着遮掩的黄符 就成了遮掩鬼了 哥几个准备妥当 趁着夜色渐浓 朝着电视台宿舍楼赶去 在遮掩鬼的帮助下 哥几个大大方方的 在宝恩的眼皮底下 进了小区 来之前我们都知道了 赵铁柱家在哪住 发现非常适合暗中行事 因为是台里的几个 领导住的不是楼房 而是小区内 靠右边的独栋小楼里头 独栋小楼都是 八十年代的建筑 两层独门独院 很幽性 像别墅还不是别墅 可真到了现场才发现 哥们高兴得有点早 因为小区右侧很大不说 独栋的二层小楼 竟然有二十几户之多 并且是一模一样 虽然知道门牌号 但要找到赵铁住家 也不是一直办会儿的事 看到这么多小楼 黎玲说 朗总 既是进来了 哪户人家你知道吗 不知道就找去费什么话 哥们带头就往前走 这个时间才十点半不到十一点 小区内还有人来人往的走动 为了不影响行动 黎玲让遮掩鬼 一个个的遮住这些人的眼睛 看了阴眼的情况下 我就看到一个个乌云野鬼 手里拿着黄符 但凡附近有人飘过来 举起黄符挡在人的眼睛前面 直到走远了又飘回来 找着找着 我看到最右边的独栋小楼里 似乎有隐晦的光芒闪现 知道应该就是那儿 急忙拽下黎玲 弯腰要摸过去 被黎玲拽住了 有遮掩鬼 你弯个毛的腰啊 朗总 就你这德行 当贼的不够格 不是 咱们暗中行动 不该有点暗中行动的样子吗 我很无力的辩驳 黎玲翻了个白眼 大步走过去 我靠 呀这是要直接闯进去吗 我急忙跟上 对黎玲说 小哥 你可别冲动 咱们还是按照商量好的来 先打探一下 别硬闯 好吧 我听你的 朗总 你先请 黎玲听到我说的话 停下脚步 让我先走 哥们愣了一下 咱能不能别扯淡了 正事要紧 你怎么跟疯子似的 越来越不着调了 好 好 好